2月2,龙抬头,武汉肺炎还不走,寻常百姓万般愁 关键粮食要不够,还缺油 防疫抗疫成功害,政治运动闹不休 习总刚喊完三罪,九省通渠就自由 这武汉市民彻底蒙,急转弯还没转过来呢 解禁令又往回收 挠头 美国爆出小惊雷,党国高层正密谋 出逃计划很缜密 这回特供 脚底油 脚底油,这是什么东西 不是东西 脚底抹油要溜 逃跑啊 晕菜了这个 这个真是 制造病毒坑中国 不坑肺子,事不休 坑完麻铃就起身 司机呢,赶紧的 马斯正招手呢 一条道开了黑了 给油 快人快语 天下事 京腔京韵 老北京 各位茶友,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欢迎光临老北京茶馆新频道,品龙头茶听惊心事,我是刘卓,我是李正 2月2龙抬头 希望龙这一抬头,病毒能低头 咱们被困在疫区的那些朋友呢,也能早一天的获得自由 没错 这每天刷新闻啊,看最多的 都有各种惨烈和悲苦 反正真是希望,咱们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尽快从这场巨大的磨难里面走过来 一点没错 行了不感慨了,先跟大伙更新一下这两天,跟疫情有关的新情况 给大家捋捋捋啊 但首先呢说一事 武汉永世方斌传出消息了 方斌呢现在被关押在武昌监狱或者是湖北省的监狱管理局 这不是太确定的消息 这个消息是武汉一个姓方的市民透露的 22号那天呢他告诉记者说 连方斌很亲近的朋友都不知道他现在被关在哪了 但是他最后一次听到方斌的消息 是说被关押在武昌监狱 这消息23号的时候,也被蒋蒙证这个油管频道证实了 说武昌区政府督察室的主任张帆,他就说 方斌已经不在武昌区,至少现在是不在了 方斌这案子已经超过武昌区的办案权限了 一个在湖北省监狱管理局附近工作的知情人呢 他23号的时候就说 湖北省监狱管理局当天正在审问方斌 当局对方斌的关押明显是最严厉也是最严密的 希望的茶友们继续关注勇士方斌的后续情况 方斌是为大家的自由呐喊被迫害的 所以呢大伙也得对得起他 是啊 咱们再来了解一个惊悚悬疑的故事 这事发生在疫情的悬发地 湖北省武汉市 对 24号龙抬头这天呢,武汉防疫指挥部超级诡异 闹着一个巨大的一个乌龙 这是嫌疫情不够乱 24号中午呢 武汉突然解除了整整一个月的封禁状态,开始有条件的为出城人员放行 武汉人表示 幸福来的推快 大脑一片空白 还在急转弯中 甭转了 等转弯过来,禁令已经作废了 这幸福走的也推快 这回行了,还得大脑一片空白 还得急转弯再转回下 晕菜 咱看一下这个具体情况啊 武汉市新冠肺炎这个指挥部24号中午之前 发布了一个第17号通告 叫什么呢 关于加强进出武汉市车辆和人员管理的通知 这通知就这么宣布 因为保障疫情防控 城市运行 生产生活 特殊疾病治疗等原因 必须出城这些人员 还有呢 这就在武汉的外地人员 可以申请出城 但是呢 要坚持错开高峰时间出城 另外呀 建议分批实施安全有序的原则 听这意思呢 基本上疫情是被控制住了 放心让他们走人嘛 估计这道令一下 出城那高速收费口啊 瞬间就得塞车堵车 可算是能跑路铺了 有可能 至少心情还是这么一心情 就是啊 你没听武汉人那经典笑话吗 这么说的 一个武汉官员演讲 刚念叨我们的政府 这外套就传到了吆喝的声音 热干面又香又辣的热干面啊 这官员都没搭理继续跟那讲 刚说一句又传来了 热干面又香又辣的热干面又跟那吆喝 这么着来来回回反复了四遍 这官员一听终于忍不住了 大声跟那呵斥说 这谁喊的给我站出来 看我不怕一脚把你踹到武汉外去 这官员刚一说完 全场听众都站起来了 大声喊热干面又香又辣的热干面啊 大伙都急了 赶紧把我们踹到武汉外出去 踹出去就安全了 这回好 都甭人往外踹了 17号通告一发 赶紧收拾细转吧 往外冲 哪啊 这通告还发售了几个钟头 指挥部就变挂了 我晕 风雨兼程牌的通告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就这样 风雨兼程 这17号通告发出了刚过几个钟头 下午3点多 这武汉肺炎防控指挥部 紧急发布了第18号通告 这么说 这17号通告 是指挥部辖下的一个交通防控组 没有经过指挥部和领导同意就自行发布的 现在宣布17号通告无效 喉自发布 这锅直接扣交通防控组那脑袋上 这不光扣锅 这还少不了一通板子呢 防控指挥部就说 他们要严肃地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理 武汉市绝对会坚持实施 习近平的指示 牢固全国一体的 思想 严格管控人员 对外通道 避免疫情扩散 这干脆直说得了 有些人妄图抗拒失施习总书记的指示 我们坚决不答应 通过几个钟头的专政 已经把抗拒者 绳之以法 绝对有点火星乱冒的干脚 这党这高层江湖我忒险恶,没这么故意给核心难看哪 您瞅瞅吧 习近平21号那会说拐点尚未到来的时候 他刚说完这湖北省和武汉市防控形势一言严峻复杂 这三天还不到呢 武汉就宣布解除封锁了 这明显是犯动作乱 其实都甭看习怎么定调了 这事呢是秃子头上狮子,明摆着他 网友叫陈茉莉亮 转发了微信网友的一话 他就说 党说 病人已经在减少 疫情逐渐被控制 全国已经在复工 形势开始在好转 可但是 之前呢 武汉已经有13家方舱医院了 总床位有多少 13348床 按党公开的数据啊 还剩4000多 没有病人住呢 这干嘛还要建19家方舱啊 您听了吧 还得建19家呢 您到底是控制住 还是没控制住啊 就怕这种脑筋不会记整弯的人去问问题 这一问题就把这大话形势给彻底问反架了 其实呢就在武汉突然解封的前一天 这习近平呢 连口罩都没戴 出了开离 17万人参加了大会 这事你知道吧 对对 有这事 23号那天呢中共召开了一次极高规格大规模的疫情防控会议 除了主会场之外呢 全国各省区市 国家机关各部门分会场 电视电话连线 17万人参加 这习近平首次定性的新冠肺炎疫情 用了三罪 这重势程度都快赶上 这是左东级别 大伙听听啊 中国成立以来 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 感染范围最广 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得 四个自信撞上三罪 要扁茄子 估计这各大党媒官媒又得蒙圈了 这一边让我们喊三罪 这一边让我们喊整体向好 这那么左脚踩右脚 没法干了这事 就携这干吧 再说了开会的党国大员还没说什么呢 吐槽不说吗 今天露面了 台上的都没戴口罩 台下听的包括胡春华 全戴着口罩呢 这病毒啊 可以由高位传给低位 反向可不行 也不知道这主义台上那七位 有没有心里骂街的 这不让戴口罩跟这示众 要我们老命啊 就是啊 别做前排那也得害怕 这七个老头茶没茶口水大小便之类的 在带着毒发炎 这可彼把我们给毁了这个 是 现在尿里边也检测出病毒来了 尿不湿千万不能混着穿这老头 确实够诡诡的 不说别的 就说这湖北省武汉市 刚刚就在2月13号的时候 换的一把手 您就说 新任的省委书记应勇 新任的武汉市的市委书记王忠林 还有坐镇武汉的中央政法委的秘书长陈一新 全都是习的人 难道 这习家军 内部乱营了 还说 下级对空降这些风降大力 不买账 不待见呢 这水实在有点深 真不好说 不过是因为要政绩放卫星 看别的省都零新增 他们着急了吧 也难说 不过还有网友这么分析 说没准是有人想趁机放些武汉地方官员和家属 出逃 因为他们知道信息其实最早 几楼头就跑干净了 然后再宣布 重新封城 网友不说吗 当局在武汉处理了600个大大小小的官员 这些官员的家属 难道不想带财产逃走吗 一定会的 这几个小时 足够跑掉一大批的 准备好了的官员和家属了 这还真难说 反正你瞅着吧 再过几天 习近平再露面 减肥是肯定的了 啊减肥什么意思 一天到晚跳那热锅蚂蚂舞步能不瘦吗 这位歪打正着 成功减肥了 他成功减肥 这湖北武汉 还得有减肥更成功的呢 龙颜大怒 背后玩黑胡的出来吧 秦城监狱有请 隔离反省 全上那儿减肥去 集体减肥 关键是我们武汉市民受不了 你没瞅微博上面呢 吐槽吐的满屏幕都是 都说 这人们招令西改 你们家跟上边打架 我们跟着底下吃锅烙 招令西改那还不是关键呢 关键是在什么情况下 宣布的解禁 什么情况下 真实情况能告诉你吗 现在武汉最真实的信息来源啊 只能靠武汉的市民啊 还有医生护士等等这些人偷偷放那一点点信息 不是有一视频吗 这武汉西马路养老院120个老人全都感染了武汉肺炎 十几辆车火车出动把老人们给拖走了 还不知道这些老人们 现在怎么着呢 是啊那是网友爆料的 具体实际情况咱也不太清楚 西方这双记者采访了武汉市市民聂女士 这聂女士呢 她儿媳妇好像是 在医院里面工作 她告诉记者就说 各个医院现在全满了 现在医院呢都有五六万人 都不敢时报谁敢说呀 我儿媳妇说了 医院二十几层楼全满 走廊都是人 而且呢 同济方舱 哪个医院都这样 你看他们报那个120人出院 就那么几个轻微的 现在人有病都不敢说 死多少也不敢报 中央督察组跟这盯着火化 谁敢说呀 再说了 说出来多大影响啊 武汉一社区领导 解得这病了 快死的时候才说出来的 说当时病死的一两万人 现在更行了 六万多人了 这聂女士就说 我们这小区呢 昨儿晚上拖走一个 晚上死的 我们这是六层楼 光我们这楼 就有二十多户人 给拖走了 也不知道用几个单元 就是啊 聂女士就说 您说病倒了有多少 她敢报吗 全国各地医护人员都到武汉来 您说有多少吧 我看前一段时间有媒体报了一个调查数据 这么说 除了汉口殡仪馆 目前有20台火化炉 每天24个钟头运作 另外一些殡仪馆的火化炉有什么18台 10台 7台不一样 外加40台移动焚尸炉 当然了这个武汉的如果有茶友哈可以了解具体情况的话可以给他们回应一下到底数据是多少 聂女士呢 当然就说火葬场的事他好了解一点 当然咱不知道怎么知道的哈 他就说 他知道一家火葬场 每天几百人甚至于有时候上千人火化 18个炉子 烧坏了三个 剩15个 24小时在那烧 一直到现在 退可怕了 听说好像从正位15开始吧 高峰时期 茶友小鹿呢也发过了一视频 他在朋友圈里边看着的 说前一场国际调查人士呢电话采访了一个武汉火葬场的一个负责人的录音 这可能很多茶友都听过啊 咱们再跟这儿给没听过那些茶友放一下 对对对 我现在我本能都要快崩溃了 我们现在每天的运气量和火化量 是平时的 4到5倍 年月23 23还是22号开 开始人寿就感觉不对头了 这个人寿就上升了 有点猛了 我的炉子硕备 共有18台 但是能够使用的只有11台 总共接运的仪器 127个 招掉了116个 OK 然后确诊数 确诊的 确诊数 是8个 我拖在这127个中间 根据死亡证书上面标明的确诊的8个 写的仪式并仪式的 48个 实在是惨不忍睹 要说呢也是奇了怪了 就这种情况下 愣是解封 这怎么敢讲 有人蓄意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 没准 这官场火拼 遇上擅长超限战的对手了 大概起是习近平上眼药的 您不亲自指挥 还外加指挥若定吗 好 我给您稍微一开门 让您尝尝这乱营的滋味吧还是 打了歪主意了 你发现没了 中共最近各种招 非常符合政治运动特征 你发现没有 非常符合干嘛呀 就是政治运动 咱那回不说了吗 武汉的一线医生还专门写文章呢 说什么都是政治正确 根本不讲真假和是非 嗯 太对了 确实不讲真假 政治需要呢随口得撒谎 武汉这两天啊 有29岁的大夫嘛叫夏思思 他是23号去世的 他呢是1月14号的时候 收治了一名确诊的 武汉肺炎的病人 然后他自己呢19号的时候传染上了 这是中央宣布的消息的时候给的日期啊 可是 在过去武汉市卫健委发的消息 上面明晃晃写着 1月14号那天 收治的 肺炎病人 是零 当然得失灵了 那会儿北京说可防可控 那先得控制确诊数啊那必须得失灵啊 你倒挺理解 你没注意吗这疫情一起来 反映最快的就是金三胖了 立马把他们那边境给封了 新说话 我叫哥那点心思我门清啊 赶紧把门的锁上弄一堆病毒来我们就真受不了 对 宇宙无敌大将军有眼光 不是有眼光 说共产主义阵营的亲兄弟 知道都是什么套路 嗨 瞒不了他了 没发现普京那动作幅度也特别大嘛 反正啊 从共产极权国家过来那些 太熟悉共产国家的套路了 北京一宣布可防可控 普京心里就有谱了 行了 这离大爆发不远了 这样吧 你中国公民啊彻底回见 不欢迎我们国家 嗯 真是 普京和三胖呢 特别熟悉共产社会对待公共事件的时候那猫腻 真实的声音 要消失 追问真相的人要消失 有假消息就行了 怎么也得在陷阱上 放点漂亮装饰不是 对你刚才说这个 说追问真相的人消失 这武汉网友还有一段子 啊什么段子 这么说在武汉有间医院 这院领导呢给全体医婚人员请了一个上级领导 在大会上面进行正能量演讲 这领导一通讲这武汉富资多么充沛多么不缺 打鸡血呢 这坐底这张华大夫实在听没去了 举起手来问了一下 说领导 那我们的防护服务都哪去了 就是 第二天 那领导再次亲临医院讲话又来了 对这次呢李平举起手来了 领导的脸立马搭了下来了 这李平赶紧说领导您千万甭误会 我呀 不想知道防护服务去哪了 这领导一听呢还挺满意 连眼头说 那你想问什么呀 李平特怂 回了一句 我呀 只想知道张华大夫去哪了 啊 昨儿张华大夫问了一句话 被带走喝茶去了 还没回来呢这意思 就是这意思 反正那段子归段子 武汉警力绝对增加了 武汉网友发了好多维稳大军到达那个视频 大伙看到没啊这阵势 朝时的 让人害怕 其实啊你看推特那些大陆疫区网友帮过来那些小视频啊 大部分都是各地老百姓怎么被收拾的 不戴口罩的 不愿意隔离的 从外地回来了 这些人 可是遭了罪了 连踢带的 山嘴巴 撅胳膊 使绊子背麻袋 还要什么手铐头套 还有那种套犯罪的网兜 全都用上了 那些具体办事的 一袋红胳膊 就跟拿上方保健似的 出手都笨狠 打了鸡血了绝对是一场人道灾难 是有好多中国人呢不爱戴口罩 对自己对公共健康呢也不太当回事 但是您得说这是为什么呀对不对 不过还是上边一直撒谎 说没事没事 可防可控 一切向好 要出拐点了 零新增 最后再加一道甜点 美国那边 流行感冒 死了好千人比咱这儿严重 这回好 老百姓心里头彻底有底了 咱们再怎么严重 也比那呆美国强吧 他那感冒 那比咱严重多了 咱这是有毛不算凸 能活了就得感谢党和政府 您瞅没有 还用维稳 齐活了 反正你说的呀 也不全是那么糊涂的 你没见着有一个武汉女士痛慢社区头头吗 我看了好像新浪的视频上 对新浪视频 说要靠那帮当官的全都饿死了 现在全是小区居民自住 我们小区嘛都是在执救啊 哎说的啊哪个代表我们来我们是在执救 首先从一开始我们毛的交集英勇 是吧 交集哪里来的 也会去个华丽园 然后也会扶着班下喇喇的雨 你们社区来哪里 啊 从长治金来搞一老天你们来哪里 也会自己买口罩捐到我们 你们有带哪里我想问下咋啊 还不是不要喊着帮我们的 你心你给我滚愿意的 哪个帮我们了 都是我们自己小区的 自己管自己 自己管自己 你们这走一点的事情是明明着的 哎 这确实不糊涂 要说还是老百姓自个儿理解自己的苦衷 知道怎么互相帮助 对 却在账号的新闻大赌槽专门发了一个视频作证 说啊 小区自治雏刑已经形成了 从买菜开始 抛弃官方腐败自肥的渠道 派代表的买菜 并直接派送到门避免群聚 关键是这蔬菜新鲜 价格还公道 以前老百姓无奈于全力垄断 对不公只能自己 愣忍着 可这事实证明 很多事老百姓自己去做 能做得更好 一点没错 没有人驱赶 没有人打骂 没有头套 没有手铐 没有半马锁 而且 能互相体谅互相扶持 这才是民心安慰下来的 真实的保证 对了 这美国爆了一个炸弹级的新闻 雅虎新闻报道 说这美国情报机构消息人士透露 美国情报机构一直在帮助政府层面收集包括中国在内的 全球的冠状病毒的传播信息 他们发现了一个迹象 说什么呀 中共官员正在制定应急逃离计划 这是北京内部对疫情的浅在担忧程度的真实反应 知道这事 这是21号消息 咱们在这不详细话时间说 大伙可以去看看 再说了这都甭美国联邦调查局 他来 调查 咱一想就知道 跳船计划 全中国人就知道 早就有了 你猜我看这消息怎么想的 我倒是希望他们这帮人能早点逃跑 跑干净了 没有党一天到晚跟这儿折腾 老百姓活着能更像人 哎 说得一点没错还 行 就在今天做节目的过程中呢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让人瞬间泪崩的视频 一个石荒的老人 在街边上一个垃圾桶那翻找东西 这时候呢有个大人骑着摩托车 后边拖着一个孩子 一个男孩 从垃圾桶那旁边经过 他们那摩托车呢在垃圾桶旁边停了下来 这男孩呢手里拿着一个空的矿泉水瓶子 从后座上下来 走过去 准备把那个矿泉水瓶子扔到那个垃圾箱里头 后来发现那个石荒老人在那 就递到他手里了 在这个封禁日子里边呢能找到东西呀 对于石荒的人来说已经非常困难了 有人主动送这瓶子 这也应该是算一个小惊喜 老人呢就抬头 接过这瓶子看着孩子 我估计是说谢谢之类的话 后来呢继续低头收着这个破烂 这故事呢本来到这也就结束了 没有 这男孩呢回到大人身边啊 没有直接上车 而是跟大人说什么 然后呢就从大人兜里边掏东西 这瞅着他那个大人呢 好像不太同意 跟男孩呢当时还发生了撕扯 后来呢这大人也拗过这孩子 这男孩啊手里拿着东西 就重新回到了石荒老人的身边 递给他 这时候看清楚了 什么呢 一口罩 原来啊 这少年呢是在老人 抬头说谢的时候发现了 这老人呀没戴口罩 这老人呀当时也觉得挺 错愕 开始啊 接过来之后 开始试着戴 好像呢不太知道这怎么戴 这男孩就过来 亲自伸手 帮这老人把口罩 仔细的戴好 之后呢又重新回到了摩托车那块 老人是无限的感激呀 他一直伸着手跟他道别 听着这确实太感人了 真是老百姓最 纯朴的人性 这纯朴的人性最能打动人 反正看上这些场景啊 咱们会真是能看到点希望 这中国人 真的不是一盘散煞 这中国人也没有失去那种普遍的爱心 这老祖宗留下给咱们这些仁爱的基因 还都在 一点没错 希望呢在2月2龙抬头的日子里头 中国人的人性也抬头 善心也抬头 出现武汉勇士方斌说的那样 从底层互害 变成全民自救 全民互救 希望随着庚子春天万物复苏 摆脱了党精神控制枷锁的中国人 人性 仁义仁爱之心 也都开始复苏吧 好嘞 凝聚正义良知 开启 国人智慧 欢迎您传播订阅点赞 分享咱们的老北京茶馆新频道 让 这束星光 照亮 更多的同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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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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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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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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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